《金刚经》说什么 南淮锦先生著 第十三品 如法受持分 再说大智慧 黄山谷与会堂 黄山谷与黄龙死心勿心 微尘 外色尘 内色尘 第十三品 如法受持分 二十 须菩提白佛言 世尊 当何名此经 我等云和奉持 佛告须菩提 世经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 已是名字汝当奉持 所以者何 须菩提 佛说般若波罗蜜 则非般若波罗蜜 须菩提 于云云和 如来有所说法否 须菩提白佛言 世尊 如来无所说 须菩提 于云云和 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尘 是为多否 须菩提言 甚多 世尊 须菩提 诸微尘 如来说 非微尘 是名微尘 如来说 世界非世界 是名世界 须菩提 于云云和 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否 否也 是尊 何以故 如来说 三十二相即是非相 是名三十二相 须菩提 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 以云和杀等生命不适 若附有人于此经中 乃至受持四句祭等 为他人说 祈福甚多 再说大智慧 现在开始金刚经的修法了 大家不要忘记前面说过 从第一品到了第十品 已经告一段落 佛已经告诉我们 一个修道的方法 就是因无所助 一切不住的这个方法 你做到了一切不住 你就懂了 般若菠罗蜜 十三品说修法之前 插进来十一 十二两品 说明这个重要性 以及要如何尊重 说完以后 佛另起炉灶 开始又告诉我们 一个方法 二十 须菩提摆佛言 世尊 当何名此经 我等云和凤齿 佛的经典 都是与弟子们 当场商量 来决定 这一本经的经名 这里须菩提 就提出来问 将来这个记录 要如何定名 我们将来 也代表将来的人 看了这个佛经 怎么样依您所教 来奉行 怎么样修行 佛告须菩提 是经名为 金刚般若菠罗蜜 已是名字 汝当凤齿 你可以把这一次的 对话记下来 这一本经典 叫做金刚般若菠罗蜜 你就用这一个名字 来奉持就好了 所以者和 须菩提 佛说 般若菠罗蜜 则非般若菠罗蜜 金刚经经常碰到这些话 就是儒家经常反对的 认为这样一句话 翻来覆去 般若菠罗蜜 不是般若菠罗蜜 就是般若菠罗蜜 好像很不合理 实际上 金刚经是 无上智慧法门 佛自己说 什么理由呢 虚菩提 你要知道 真正的佛法 没有定法 你说非要拜佛不可 西藏密宗 非要吃荤不可 中国显教 非要吃素不可 非要这样不可 那样不可 这都是定法 不是佛法 那些说法 只是教育法 一时的方便 不是究竟 所以 佛在这里 充分地告诉我们 不可执着一法 为佛法 那都搞错了 那都是毁谤佛 因为 佛无定法 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也就是说 不一定这个形式 就叫佛教 那个形式 也是佛教 所以你们青年们 要弘法 能够一句佛话 也不讲 一个佛字 也不提 就能将这个道理 教导别人 就是佛法 何必要加一个佛字呢 那只是外衣啊 这个外衣 是可以脱掉的 所以 开始我们已说过 真正的佛法 是超越一切宗教 哲学 一切形式之上的 也就是佛说 真正的智慧成就 极非般若波罗蜜 智慧到了极点啊 没有智慧的境界 那才是真智慧 这也等于老子说的 大智若鱼 智慧真到了极点 就是最平淡的人 世界上最高明的人 往往就是最平凡 相反的 平凡 就是伟大 有些同学们常问 那悟道的智慧在哪里啊 我说 就在你那里 小心啊 这一句就是道 留意啊 这一句话就是道 因为你的意 就是留不住 你能留到意 就得到了 小心 你就是小不了心 你小到那么小心 就得到了 不要看到世界上这些 都认为通俗 这都是金刚波惹波罗蜜 最平凡的一句话 你能懂得了 就是圣人在说法 留意 谁能把意留得住 小心 谁能把心小得了 做到了 就得到了 波惹波罗蜜 则非波惹波罗蜜 黄山谷语会堂 刚才我们讲到 佛说波惹波罗蜜 则非波惹波罗蜜 这其中还有一层意义 我们需要了解 因为佛讲这个大智慧成就 波惹波罗蜜 就是智慧到彼岸 所以 有些学佛的人 就天天去求智慧 波惹波罗蜜 则非波惹波罗蜜 成佛的那个智慧 不要向外求啊 它并不离开世间的一切 世间法就是佛法 任何学问 任何事情 都是佛法 这一点要特别了解 千万不要认为 波惹波罗蜜 有一个特殊的智慧 会一下蹦出来开悟 很多人都有这个错误的观念 佛告诉你 波惹波罗蜜 则非波惹波罗蜜 一切世间的学问 智慧 思想 一切世间的事 在在处处 都可以使你悟到 所以 禅宗悟到的人 有几句名言 清清脆竹 稀释法身 玉玉黄花 无非波惹 波惹在哪里 到处都是 中国的禅宗 专以金刚经为主体 有人因而开悟 并不是念金刚经开悟 很多人随时随地开悟 这是开悟以后讲出来的话 其实 我们现在看马路上 车如流水 马如龙 那个就是波惹 你看到了 了解了 当下悟到 也就是清清脆竹 稀释法身 到处都是这个不生不死的法身 玉玉黄花是形容之词 开的是韭菜花也行 也无非波惹 他说 在看花中 就能悟到了 在风景中也能悟到 就能成佛 这些就是禅宗的公案 宋朝与苏东坡齐名的一位诗人 名叫黄山谷 跟会堂禅师学禅 他的学问好 金刚经更不在话下 但是 跟了三年 还没有悟到 有一天 他问会堂禅师 有什么方便法门 告诉他一点好不好 等于我们现在年轻人呀 都想在老师那里 求一个秘诀 这样 他马上就可以悟到成佛了 黄山谷也一样 会堂禅师说 你读过论语没有 这一句话 问我们 是不要紧啊 问黄山谷 却是个侮辱 古代读书人 小孩时代就会被论语了 既然师父问 黄山谷有什么办法 黄山谷有什么办法 只好说 当然读过了 师父说 论语上有两句话 二三子 我无影忽耳 二三子 就是你们这几个学生 孔子说 不要以为我隐瞒你们 我没有保留什么秘密啊 早就传点你们了 黄山谷这一下脸红了 又变绿了 告诉师父 实在不懂 老和尚这么一副秀 就出去了 他哑口无言 心中闷得很苦 只好跟在师父后边走 这个会堂禅师一边走 没有回头看他 晓得他会跟来的 走到山上 秋天桂花开 香得很 到了这个环境 师父就回头问黄山谷 你闻到桂花香了吗 文字上记载 乳闻木兮花香吗 黄山谷先被师父一棍子打慢了 师父在前面大模大样地走 不理他 他跟在后面 就像小学生挨了老师处罚的那个味道 心里又发闷 这一下 老师又问他闻不闻到木兮桂花香味 他当然把鼻子翘起 闻啊闻啊 然后说 我闻到了 他师父接着讲 二三子 我无影忽耳 这一下 他悟到了 所谓般若波罗蜜 则非般若波罗蜜 这是有名的 黄山谷悟道公案 黄山谷与黄龙死心悟心 他悟到以后 很不得了 官大 学问好 诗好 字好 样样好 道也懂 佛也懂 好到没有再好了 所谓第一稀有之人 第一稀有 就很傲慢 除了师父以外 天下人不在话下 后来会堂禅师涅槃了 就交代自己得法弟子 比黄山谷年轻的 黄龙死心悟心禅师说 你那位居士师兄 黄山谷 悟是悟了 没有大彻大悟 只有一半 谁都拿他没办法 现在我走了 你拿他有办法 你要好好教他 黄龙死心悟心 马上就通知 叫黄山谷前来 师父涅槃了 要烧话 当和尚死了 盘腿在座上 抬出去 得法的弟子 拿一个火把准备烧话 站在前面是要说法的 这个时候 黄山谷赶来了 一看这个师弟 小和尚一个 黄龙死心悟心 虽然年轻 却是大彻大悟了的 比黄山谷境界高 又是继任的和尚 执法如山 黄山谷一来 黄龙死心悟心 拿着火把 对这位师兄说 我问你 现在我马上要点火了 师父的肉身要烧化了 我这火一下去 师父化掉了 你跟师父两个 在哪里相见 你说 黄山谷答不出来了 是啊 这个问题很严重 师父肉身化掉了 自己将来也要死掉的 两个在哪里相见 你们在座大家 也说说看 有人一定说 西方极乐世界见面 黄山谷不会那么讲 不要说别的 我们大家坐在这里 都是现在人 你们大家回去 夜里睡着了 我夜里也睡着了 我们哪里相见 就是这个问题 这一下黄山谷答不出来了 不是脸变绿 是变乌了 闷声不响就回去了 接着倒霉的事情也来了 因为政治上的轻压 皇帝把他贬官 调到贵州烟酒公卖局 那个乡下地方 当个什么小职员 从那么高的地位 一下摔下来 一般人怎么忍受啊 刚才讲到 无为福胜 倒霉了 他正好修道 再到桂林的路上 有两个差人压着去报道 差人怕他将来又调高官 也不太为难他 他就沿途打坐 参禅 有一天中午很热 他就跟这两个压介的人商量 想午睡休息一下 古人睡的枕头 是木头做的 他躺下去 一下不小心 那个枕头 蹦踪 掉在地下 他吓了一跳 这下子真正开悟了 他也不要睡觉了 立刻写了封信 叫人赶快送到庐山 给黄龙死心悟心禅师 他说 平常啊 我的文章 我的道 天下人没有哪个不公为我 只有你老和尚 现在 叫他师弟老和尚 客气得很了 只有你老和尚 不许可我 现在想来 是感恩不尽 所以啊 般若波罗蜜 则非般若波罗蜜 真正的 另一层的 我们从道理上解释 一切世间法 都是佛法 学佛法 不要被佛法困住 这样才可以学佛 如果搞得一脸佛气 满口佛话 一脑子的佛学 你已经完了 那就是般若波罗蜜了 我们把这个重要的 先解决 下面的 慢慢就懂了 微尘 外色尘 内色尘 虚菩提 与异云合 如来有所说法否 虚菩提 白佛言 世尊 如来无所说 我在问你 佛真正说过法吗 虚菩提当场答话 就像佛说 世尊 据我所了解 你没有说过法 没有传过法啊 你看 两个人当面扯谎 释迦牟尼佛 三十一岁悟到 三十二岁出来 就开始叫话了 他说了四十九年法 现在师生两个对话 却说没有说过 虚菩提 于异云合 三千大千世界 所有微尘 视为多否 虚菩提言 甚多 世尊 这第二句问话 好像与前面不连贯似的 实际上是相连的 虚菩提说了没有说法之后 佛又问了 你的意思怎么看法 这个三千大千世界 这个物质的宇宙 所有的微尘合起来 多不多啊 虚菩提言 甚多 世尊 虚菩提 诸微尘 如来说 非微尘是名微尘 如来说 世界非世界 是名世界 这是讲什么话 微尘不完全是灰尘 我们先叫它灰尘来讲 如来说 一切的微尘非微尘 我说没有灰尘 不是灰尘 姑且叫它做灰尘 佛说 这里告诉你 三千大千世界 没有世界 姑且叫它做世界 你说 这讲的是什么呀 怪不得儒家认为 金刚经不能看 不晓得讲些什么 般若波罗蜜 即非般若波罗蜜 三千大千世界 又非三千大千世界 你说了没有 我没有说 不晓得搞些什么 微尘是佛学里的名词 微尘又叫外色尘 过去佛经所讲的外色尘 等于现在说 电子 核子 原子之类 除了外色尘 还有内色尘 内色尘厉害极了 学佛的人 假使念佛 念到一心不乱 或者修观想的人 观成功了 心无一元 可以变成另外一个人 站在前面 人家还可以看得到 也能说话 也能做事 这就是一切 为心所造 这是内色尘的力量 把它发出来的 当然 现在世界上很少有人 证到这个道理 但是 这是绝对的真理 是可以证到的 也就是缘起性空 性空缘起 现在佛说的这个 外色尘的微尘 再分析下去 又分成七分 就是色 生 香 味 处 法 空 所以啊 过去两千年来的 佛学 很难讲 大部分的佛学家 和大法师们 说到这里 就不说了 因为无法讲 现在科学昌明了 勉强还可以解释一下 这些 佛在两千多年前 就知道了 核子 原子 爆发了 完全空 空了以后能够发光 能够震动声音 能够死人 所以 原子一爆炸 那个空的力量一过来 人都变形了 原子沉沾到的 不死 也医不好了 原子 和子 最后分成空 所以 微尘分七分 色 生 香 味 处 法 空 换句话说 佛告诉你 这个世界 一个一个灰尘 一粒一粒灰尘 一个分子 一个分子 组合拢来 构成了一个物理世界 你把地球物理世界打烂了 分析了 本来就是空的 没有世界的存在 也没有微尘的存在 一切本空 这个物质世界的空 同波惹波罗蜜 智慧 心念 最后的空 是会合的 是心物一元 会合最后是真空 那个空的境界 是佛的境界 就是悟导 那个时候的悟导 是修正道的 不是理论 要功夫正道 那个境界 不可说 不可说 说了半天 都不是 所以 佛才说 没有说法 虚菩提讲 是啊 你没有说啊 因为实在 没有办法说 说不出来的 说个空 已经不是它了 说它是有 世界上有的东西 又终归空的 所以空 有 都不能讲 即空即有 非空非有 金刚经文字 非常流利 很容易懂 不是理论上难懂 是修正道最难 修正道这个境界 才是真正算是学佛 这一段说了以后 它又转到 另外一个问题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